我們看到這個題目 是由下列各小題的不定積分 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這積分這裡呢 5我們把它寫到外面來 那麼這5去乘以這積分 那麼這是對x積分 那麼這等於這是5去乘以對x積分 我們可以得到這次放到加1 變成是x平方 那麼前面呢要乘以次方的導數 所以要乘以1分2 那麼這是不定積分 所以呢這裡要加一個常數c 因此呢我們第一小題的答案為 這是5分2x平方加c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這對1積分 那麼這會等於這常數 所以積分之後呢會得到x的一次方 所以這裡呢是寫x 然後要乘以次方的導數 那因為次方是1 1的導數是1 所以這裡我們就不寫了 那麼這是不定積分 所以這裡要加一個常數c 因此呢我們第二小題的答案為x加c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三小題 要對x平方分之1積分 那麼我們把x平方分之1寫成是x的-2次方 所以這裡呢是對x的-2次方 積分 那麼積分次方要加1 所以-2加1是-1 我們會得到x的-1次方 那麼前面要乘以次方的導數 那-1的導數是-1 所以乘以-1 這裡要有負號 那麼不定積分 這裡要加一個常數c x的-1次方就是x分之1 因此呢我們第三小題的答案為-x分之1加c 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